Hello大家好,我是Guru 今天视频是我们9月份的开箱跟毫无分享 这里面有一些产品是品牌寄给我的 也有一些是我自己购买的 然后我都会标注在屏幕的上方 这样可以帮助大家判断 但是今天视频是不还有任何广告的 然后我们今天开箱有一些运动服务 有运动鞋,耳机,还有香薰蜡烛 然后便当盒,月饼等等 然后我还挺期待今天开箱的 然后其实里面有一些是我前几天 就是9月9号大促的时候买的 我到现在都没有开 所以说我特别特别期待今年的开箱 然后我们就话不多说开始今天视频吧 我今天穿这个裙子也是我9月份的时候 跟我闺蜜一起逛街的时候买的 然后这个牌子叫沾小雪,还有班小雪 对,我觉得一定会有女生粉 然后我就先跟大家说一下 然后我还挺喜欢的 但是它这还有一个拼接的袖子 然后这里面有扣子 然后你可以接上,那会变成一个长袖 我们先从鞋开始吧 然后第一个呢是我自己购买的 康薇,其实是前几天我在康薇 赶上十几天打折的时候买的 我一直特别喜欢买康薇和万斯的运动鞋 尤其是这种白色的基础的鞋 我之前有一双万斯的运动鞋 那双真的是让我穿到 就不仅开胶了 然后里面那所有布都已经破了 就真的没有办法再穿了 所以说我就决定再买一双 然后这个是康薇最经典的开口笑 然后穿起来很舒服 然后它有就同样的款式 它有这样帆布面料的 然后也有皮质的 我觉得皮质的可能会更加适合秋冬一些 然后可能会看起来更加 我觉得如果说你喜欢那种 就是穿西服啊 然后穿一双休闲鞋那种 我觉得穿那个皮质的可能会比较好看 但我自己穿衣服比较稍微偏休闲一点 我觉得这个宽威的可能会 这个帆布的可能会更加的适合我 对然后这个就是这个 不过白色的鞋实在是太需要打理了 这个鞋我大概好像穿了三次吧 就已经变成这样了 不过还是很喜欢 我觉得白色的帆布鞋是 就是每个女孩就一定要拥有的一双鞋 第二双鞋 这双是我闺蜜送给我的 其实我还没穿过 但是我觉得它就是长得很好看 然后是这种薄荷绿的颜色 然后这个是一个国货的新的品牌 然后据说非常的舒服 然后我穿一穿吧 然后如果好的话 我会在我公众号里面的好物推荐 跟大家去分享 然后这个底部 我刚开始打开的时候 还以为它是坏了 就是它有这种淡淡的黄色 就很像那种 就是你家里的什么海绵之类 用时间长了之后会有那个颜色 对 然后后来我才意识到 这个是他们特意的设计 然后这个鞋里面是有一层 单独的一个内衬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 然后所以说 其实穿这双鞋 据说是可以不穿袜子 然后也会非常非常的舒服 接下来呢 是我自己买的一身运动服 然后都是Lululemon的 然后这个是我看上好久好久的一个款式和颜色 就我自己其实还挺喜欢穿这种荧光色的 我觉得很多女生可能会觉得这种荧光色显皮肤黑 但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个反而会有那种就是很有活力 然后很健康的感觉 然后我自己其实也不介意我这个肤色 对 然后我就很喜欢它 不过它其实 它这个底部稍微有一点点紧 就是如果说你出发汗的时候 它穿脱稍微有一点困难 不过它整个的支撑性非常非常的好 就我很喜欢穿着它去跑步啊 或者是做一些蹦跳啊 然后有的时候我还会在 就最近换季的时候 我拿它作为内搭 就外面搭一个小毛衣 我觉得也是一个颜色特别好看的 然后另外我还配套买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biker shorts 我今年真的是深深的被这种骑行裤种草 而且我发现它真的是非常适合骑单车的时候去穿 就我骑单车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腿上出很多汗 但是这个就会让我觉得整个人都很清爽 其实当你运动过程当中你的汗排不出去是非常非常影响你的运动表现的 会让你觉得自己非常的累 但是如果说你整个运动过程当中你的排汗非常好 你觉得非常清爽的话 然后是可以让你觉得你整个的运动更加轻松的 然后我这个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弊端 就是它特别特别的显内裤表 就我试过各种各样的无痕内裤 其实我有一些运动裤就穿那些我之前的无痕内裤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它就是可能是因为是那个裸杆的面料 然后再加上我也不知道是颜色的问题还是什么 就它特别的显内裤表 而且稍微会有一点点骆驼纸的问题 第二个运动服呢是内外寄给我的 是他们跟周六爷的合作款 其实这个我已经打开穿过了 我才拍开箱又塞进去了 然后打开之后是有一个 就是这样关于内外呀和周六爷的一个签名和他写的话 然后还有一些他们合作的几个不同的款式 然后上面是内外跟周六爷的logo 他们借给我的是这样一身 算是深棕红色的吧 跟我家感觉这个沙发的颜色稍微有一定能做 然后也是这样的一个很短的短裤 如果说你是不习惯穿这么短这么贴身的运动短裤的话 可能这个长度对你来说稍微有点需要习惯一些 我可以给大家对比一下看 就是这个是lululemon的 然后这个是就是内外出的 就是我拿臀线这个里面做的对比吧 就是这个backer shorts 其实大概我穿上在我的大腿中部 然后这个内外的这一件几乎就已经快到我的大腿根了 不过这个颜色非常好看 就它很秋冬 就摸起来是那种非常非常绵 非常那种绵软的手感 就拿它我有的时候在家作为家居裤来穿也非常的舒服 不过我对于这个裤子唯一的槽点就是 我很喜欢穿着它去骑动感单车 但是它在骑动感单车的过程当中 它这个下边缘会不停的往上窜 就有的时候下课了之后 就是它已经真的窜到我的大腿根了 就有的时候会稍微让我觉得有一点点过于的短 再加上它是紧身的 不过如果拿它穿着去跑步啊 或者是做那种普通的力量训练是没有这样的问题的 我觉得可能也是跟那个动感单车的运动的 就你腿的动作是有关系的 接下来一些吃的 这个呢是KEEP寄给我的有机月饼 我看了一下它的热量其实不算低 不过它里面用的所有的材料都是有机的 而且它下面还有一些就是专业的 国际的有机联盟给打的标准 然后一共是四个口味 是黑松露有机月饼 巧克力有机月饼 杂粮有机月饼 和红茶有机月饼 我还挺期待的 然后它封面长这样子 然后盒子也是这种 就看起来非常有自然感的木质盒子 不懂口味的介绍和一些热量 黑松露的呢一块是272大卡 巧克力的是201大卡 杂粮的是223大卡 然后红茶月饼是214大卡 然后里面的包装是这样的一个 就看起来很有童趣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传统典型的那种包装的感觉 撕开 哇 皮超薄 然后里面特别饱满的馅料 我来尝一口 我尝的话 我觉得倒没有特别浓的巧克力味 更像是那种枣泥月饼 不过真的是很好吃 说到巧克力呢 下一个呢 其实是我们小卖铺新上的一个产品 然后这个也是他们寄给我试吃的 不过我还没有打开 我想跟你们一起尝一尝 然后这个是一个低卡高蛋白的一个巧克力酱 然后早上如果说你拿它去涂吐丝啊 或者是去 比如说你做一些什么松饼啊 放在上面 其实都还不错 而且它比普通的巧克力酱 少了87%的糖 而且富含20%的蛋白质 嗯 已经打开了 我猜是工作室那边谁偷吃了 嗯 我刚开始其实还有一点拒绝 因为这种就是所谓的低卡健康的巧克力酱 很多的时候会加了特别多的带糖 就那种厚甜厚甜的感觉 但是这个真的还挺好吃的 然后我们的小卖铺叫做GuruFit 你在微信里面搜这个就可以搜的到 然后我或者我也把这个的码放在屏幕里面 如果说你们喜欢的话可以买一个 而且我觉得拿它蘸那个果香蕉吃 我觉得已经特别特别爽 然后另外一个食物是 麦仙寄给我的他们的产品礼盒 其实除了这些卷饼 他还跟我们寄了四袋薯片 然后那些薯片都被我们吃完了 它里面有一个冬阴公味的薯片 玉米薯片 真的非常非常好吃 我强烈推荐给大家 如果说你喜欢冬阴公 或者是喜欢泰国菜的话 你可以尝试一下那个薯片 嗯 那个真很好吃 然后这四个卷饼 我其实只吃过他家的这个 全麦卷饼和这个原味的卷饼 然后这两个都是我的厨房 就是冰箱必备 我有时候买完之后 把它放到冷冻里面就可以 然后但是它这个 其实是可以常温去放置的 如果说你是住宿舍呀 或者是你想放一些 在办公室去做一些 简单的卷饼的话 其实它也是可以放在这个 然后另外 他们还给我寄了一个 这样的多谷物的和一个 这样黑芝麻高蛋白的是吗 它有一个黑芝麻的 对 这个还挺不错的 另外一个这个是寄给百万的吃的 是巅峰猫粮寄给百万的猫罐头 它们是好像是一个 新西兰的猫粮的品牌 据说特别特别的贵 百万就是一直吃的是吃粮 然后是我朋友他们的一个公司 然后他们有一个就是 专业的一个宠物医生 去给宠物去配的吃粮 然后定期的配送到家 所以百万一直是吃了这个 我也很少去给他吃猫罐头这些东西 我觉得可以给他作为零食去改善一下 然后中秋给他吃一点 第一个呢是一个鱼和羊肉配方 然后剩下两个呢都是牛肉配方 我还挺期待的 我一会给百万吃一些试试 下面呢就是韶音的一个耳机 然后它家的耳机主要是那种耳骨传导的耳机 而且他家的耳骨传导耳机 是国内最最就是最最有名 然后最最专业的 我之前有朋友 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跟大家说 我说最近有一个就是耳骨耳机的品牌 然后给我寄了一个耳机 他第一反应就说少音吗 说少音的耳机特别好 对然后这个是他家一个新的型号 叫做AS660 大家看一下 是一个这样的白色的 然后质感特别好 我自己最喜欢运动的时候戴耳骨耳机 因为耳朵小 就那种入耳式的 就会很疼 但是那种耳包的话 你真的是 你跑两步你就要服一下 它真的不是特别的实用 然后这种耳骨耳机的话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而且如果说你跟我一样 是那种戴耳机时间长了 耳朵会疼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替换 接下来呢 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香薰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然后它的桌子好像是叫植物绝佳 它的所有的香味都是 就是纯植物性的 然后无论是你是孕妇啊 或者是你是家里有小孩啊 有宠物啊 都可以去用 哦对了 我最近经常拿的那个小篮子 那个小筐 也是它家的那个品牌 送给我的 我特别特别喜欢 然后每次拿着出门的时候 就有人问我这个是哪里买的 有一种拆圣诞礼物的感觉 如果说你是那种很喜欢自然香味 但是又不喜欢护香 但是又觉得花香特别甜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中间的选择 我一会查一下这个是什么花香 然后我写在屏幕上 可这样喷的话稍微有一点点甜味 就直接那么闻的话闻不太到 喷出来的话会有一点甜味 哇这个真的好好闻啊 我觉得香薰这个东西就是让你生活 特别有幸福感的一个东西 另外两个香薰蜡烛 这整个质感配合 然后这有一个金色logo 它无论是香味啊 还是说它的包装都还挺中性的 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送人 然后另外他们还送给我了一条项链和一个 但是我是没有耳动的 我打算把它送给我不认为 今天呢是安德玛寄给我的 然后是一个他们的运动口罩 然后后面写着共赴历烈 我们打开一下 那么记得的 记得一边这个礼盒里面 一边是免洗的杀菌洗手液 然后另外一边是这种杀菌的湿巾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太太实用了 然后这边打开呢 其实是一个运动的口罩 然后其实我之前曾经动心买过这个口罩 就是张老师是他的脸对那种就是面料不是特别好的口罩 非常敏感 就很容易红 然后很容易长痘 我就想给他买一个稍微好一点点的 或者是在户外运动也可以戴的 我就觉得安德玛这个非常非常地合适 而且这个特别适合 就它这个颜色特别适合男生 然后这个是有这种小的一个袋 其实这个帐我是拿去戴了一段时间 特别喜欢戴 上面这个地方也是有这种铁丝的 就是可以让你的对脸部非常地贴合 然后面料能看出来感觉透气现在不错 虽然说膜是挺厚的 而且这个可以洗 然后可以重复使用 如果说你是在户外运动 或者是你的男朋友在户外运动 就是想还是想要戴口罩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不过价格比较贵啊 这个口罩要200块钱 虽然它可以重复使用应该就还好 这个呢 是我经过闺蜜推荐买的一个东西 是一个夹头发的 我们来看一下 它有一个 然后每天都在跟我说特别特别的好用 所以说我决定我也买一个 这个品牌叫做崔雅 好像是一个国货的品牌 然后包装还 这个颜色还挺好看的 是一种粉色的渐变薄荷绿 我买的是灰色 我都已经忘了我买什么颜色 因为太长时间了这个包裹 然后它这个头是这种 你能看出来它是一个一格一格一格 这种瓦了 然后为什么买它呢 是因为我自己的头发很多很沉 但你知道女生其实当你把这个 这个颅顶的这个地方 你把它的头发弄高之后 或者说你像我今天扎的这种头发 其实它都可以让你的脸的比例 看起来更好 如果说你这儿的头发非常塌的话 就让你整个脸的比例看起来不好 所以说这个呢可以去夹发根 然后让你的头发整个都喷起来 它是那种细软发质 然后它跟我说非常非常的好用 但我的头发其实跟它不一样 我的头发非常的厚 但是很沉 然后很硬 所以说它就会不自觉的 也是这个颅顶的地方我绑下塌 但是我夹一下的话 就一整天这个头发这儿 就会非常非常的砰 就看起来头发的 就很有轻盈感 这个是我买的两个 Ordinary的精华 我买了一个它的维C 然后买了一个它这个自助餐的精华 其实我之前跟大家说好多好多次 我说那种对护肤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涂的东西有效 然后涂的东西越少越好 但是涂的东西要有效 然后有几个非常壮的东西 其中有一个就是维C 就是维C是一个对你的面部抗氧化 或者是说你整个面部的脸色的状态 或者是肤色的均匀 都很壮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我会买一个维C的精华 配合我的面霜来用 然后我觉得它都还算是挺便宜的 但我之前没有用过它的维C 我之前一直用它家的这个自助餐的这个精华 我觉得还挺喜欢的 主要是真的 我觉得算是很物美价廉的一个品牌 另外一个是前几天 我都不知道这是谁给我寄的 如果是你给我寄的 就是请告诉我 但是我最近特别特别需要一个便当的兜子 我平时都会把便当所放到我的包里 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很怕它在里面翻掉 虽然说它的密封性很好 但是我还是很怕它在里面翻掉 然后是一个这样白色跟前蓝色的一个搭配 然后上面是这种特别特别好看的锦里 然后那某班头的便当盒 还是非常值得拥有的 虽然说价格稍微高一点点 但是很实用 我自己的某班头 大概用了能有快三四年了吧 所以它也没有异味 然后也没有变形 然后还有一套餐具 最后的最后的一个开箱呢 是 我妈寄给我的超级实用 999家用小药箱 它接下来第二天我就用到了 我前两天耳朵发炎 然后我就从这里面找了一个消炎药 但是我还没有看到它什么样的 是张老师说拿了 妈妈妈妈妈的爱 我的天哪 这太全了吧 急救包 还有痘痘创可贴耶 哇这个我要试起来 还有三九味康炭 里面还有这么厚一达的创可贴 我感觉我这辈子的药都包了 然后底下这个抽屉是啥 棉筹 然后还有沙袋 消毒棉球 我觉得这个太适合我了 我是那种特别容易跌打损伤的人 就是今天刻到这儿了 明天刻到那儿了 什么被刀划到了 被东西砸着了 然后自己把自己刻破了之类的 这是啥 爱的口红 这里怎么还有口红啊 999的唇膏口红 这里还有个口红 我决定把这个送给你们 然后 不过只有三个 我只有把它拆开送吧 然后我在b站送一个 然后在微博送一个 然后在微信送一个 然后我就直接在那个评论区里抽 这个真是挺神的 色号 吻别渣男赫顶红 温馨从容西洋红 喜欢旧上够坦诚 这个真的好可爱啊 太逗了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开箱了 然后 对 然后现在我就满地都是东西 我现在要去收拾房间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爱你们 Muah